看完这一期的跑男 粉丝觉得不知道该怎么看待陆地夫妇了 可能是要脱坑了吧 一直以来很可能两个人就是朋友关系 因为被炒作CP 因为看起来很配 因为节目组的剪辑 让两个人感觉是真的像有了恋情一样 加上 两个人的高演技 粉丝表示 刚开始知道他们是为了节目效果组成的CP 但是看着看着就被甜蜜给绕晕了 觉得哪怕就是在演戏 也是走心的 不过随着跑男的结束 这一对CP也要真正的分道扬镳了 在这一季中两个人的互动就少了很多 陆寒也是直接说出了谈恋爱跟我有什么关系 粉丝表示很失望 但是细数一下 探跑男到现在 陆寒真的对热巴很贴心 哪怕那只是演出来的 为了节目效果 在热巴做游戏很紧张的时候 旁边的跑男成员都是为热巴加油 这种的指导 只有陆寒表示不要喊了 解释到这样他会紧张的 给热巴表现的机会 直接喊热巴上去转圈 不然热巴逼掉的个性恐怕不会抢这个风头 热巴游戏输了 自责要哭的时候 陆寒安慰说 我刚才也打劫了 一直看着和邓超嬉闹的热巴 看到这张图片粉丝依然忍不住想要笑 没有在综艺节目中这样对待过女嘉宾 让粉丝觉得热巴在陆寒的心里有特别的地位 会上去和热巴一起跳舞 尽管被陈赫给赶下来了 会偷偷看着热巴 两个人走在一起像情侣游玩一样 因为没有见过这个样子的陆寒 大家都以为他是恋爱了 因为陆寒说过自己的内心本来就是粗糙的 在节目中那么多的小细节关心热巴 就感觉像是粉在意热巴 自然而言粉丝就觉得陆寒是喜欢热巴的 这两人有戏 没有想到还是空欢喜一场 但也有粉丝表示 还不能这么快的下定论 看完最后一期再说 哪怕两个人最后真的只是为了CP而做的那些事 还是希望两个人未来继续有合作 这样一段走心的演出 你们是不是也觉得 陆寒只能陪热巴走到最后一期了